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过山车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速度飞快 还没来得及从上个坡道中缓过神来 马上又来个垂直360度的大翻转 整个过程无时无刻不再挑战着游客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所以过山车也是最能刺激游客身上线索的娱乐设施之一 但你知道吗,相比速度飞快的过山车 世界上还有一种慢的令人发指 恐怖程度却毫不逊色的过山车 这是由日本设计师设计的一款空中自行车 这座位于钢板的天堂周期过山车 让前来尝试的游客深刻体会到 即使慢也要慢出过山车的态度 它和常见的过山车设计不同 没有结实的防护措施和让人身不由己的感觉 反而采用了双人脚踏车的形式 从后面上不难看出防护措施 几乎跟没有一样而且轨道建得很高 从上面可以将远出的风景尽收眼底 但坐在上面的游客可没那么多闲功夫长景 因为这上面不仅风大 骑行过程也是摇摇晃晃的 一些路段甚至还能听到鬼道嘎吱作响 许多乘坐这种过山车的游客都表示 整个骑行过程虽然看着很枯燥 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无聊 光是担心自己会不会掉下去 就能把人折腾的够呛了 所以清理城市能力不好的小伙伴 建议还是不要随便尝试的好 不过好在全城有惊无险 小伙伴们 你们想去试试这个又慢又吓人的过山车吗 好了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